聽過的這首歌是Karl 你自己介紹給我 我可以坐出一點 嘩 剛好聽過這首歌是Space Oddity 本來主唱的是David Bowie 有人遮蓋了就是剛剛看到那個胡蘇佬 那個胡蘇佬遮蓋了挺好聽的 但很多人不知道這個胡蘇佬真正的職業是甚麼 Space Oddity 就是說有個太空人上了太空之後 聯絡不到地球的控制基地 在太空的漂浮 然後剛剛翻唱的這個人叫Chris Harville 他真的是一個太空人 他是一個加拿大直的太空人 剛剛看的MV就是他在國際太空站最後一天On Duty的時候 自己在太空站那裡拍的 在國際太空站那裡拍的 但我經常覺得這個背景是關鍵的 不過他是太空人來的 他說了你就相信 你又沒有去太空 他穿了一句 你去過了嗎 嘩 說這些 給他太空人也值得 我們現在很難接受這個節目 我覺得總之女性還很不公平 很不公平 所以是不是要拍我的樣子 下次要叫一單仔上來 可以坐在外面 因為你可以坐在外面 天堂鳥都叫 天堂鳥 我下集公佈了一個消息 我們先看看介紹 我再公佈了一個消息 話說我們公司電影部同事明天會回廣州 她是十音社的粉絲 她明天會幫我聯絡十音社 然後看看可不可以找到十音社 你可不可以扔給我嗎 一起用 先介紹一下自己吧 兩位美女 由左邊開始 即是我這邊開始 我知道你們很混亂 我在想你是鏡頭的左邊 由我這邊開始介紹 近我這邊 Hello 大家好 我叫做優美美 英文名叫Cheffy 你也可以叫我妹妹 多謝 妹妹 我們4號佳麗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 自我介紹 不是 是港姐的自我介紹 Hello 我是1號的優美美 而且很明顯是清楚 剛才五角都說 剛才那三位女生都是害怕的 但這個是很驚喜的 即是有自信的 所以我很有印象 我立即記到她的名字 好了 旁邊的那位美女 Hello 大家好 我是Vanya 徐子萱 我需要介紹一下自己 你喜歡 介紹一下 我在右線和不同的網台做主持 今天很開心上到這個節目 我們很開心請了你來 因為我們剛才看小麻腰之後 然後又有更加厲害的東西 不過我不說 又說這些 男人是說這些 我不說這些才害怕 剛才我們說的 剛才你們在外面有聽過的 你們 其實電台的節目就叫做 《醫家偵探》 剛才我們測試完他們的三個女生 現在到你們了 我們又出了一條問題 看看你們到底想不想到 OK 先給我一些報告 我們給大家看一看 這個案子很難搞 為甚麼呢 因為話說這個案子 是發生在一個挺文明的地方 其實發生在一些先進國家 因為話說有一對夫婦 你說音樂有嗎 我說這麼多戲都沒有 拚你個廢 不要緊要照你 你不說 這個夫婦 在一個很文明的地方 有一天 那個兒子 不是那個兒子 那個老婆和老公說 那個兒子啊 是我含生如虎 十月懷胎才生他出來的 所以這個兒子應該屬於我的 但我老公說了一句話 就拚死了他 其實也證明了 那個兒子是真的屬於老公 究竟老公說了甚麼 可以這麼有說服力呢 即是老婆說到 連老婆也相信 那個兒子不是自己 是 即是他相信那個擁有權 應該是老公比老婆 是 他給了一個例子 一個比喻出來 是 究竟你們有沒有一個比喻 可以怎麼證實呢 給提示好嗎 其實沒有解釋到你那個 我再說一次 有一天 其實我上次是用正常的想法 還是不正常的想法 很難正常的 整件事情 很合理的 這個兒子是我和另一個女人生的 現在偵探 他最厲害的地方是甚麼 他得來 其實他是很合理的 你是覺得他說出來 是喔 你有道理 有你的道理 這個就是現在偵探的正常 但這個其實是基於一些 一個比喻來的 他將兒子和整個生產過程 比喻了一件平常都會做的事情 所以那事情就很順利成章 給一個提示就是 其實我們公司也有這個機器存在 我知道 我知道 就好像一部MacBook 一部電腦 那樣 那個電腦應該是屬於 蘋果電腦應該是屬於 Steve Jobs 而不是整他出來的那些人 當然不是 你給錢買的 每條都是你的 屬於你的 對不對 你想想 對了 差不多概念去了 對了 和買東西是同一個概念 是的 有些東西可能是在自己身上 但是你把東西放進去 你把東西放進去 你把東西放進去 他把東西放進去 你把東西放進去 究竟是他用那個什麼比喻 我知道 其實你知道嗎 有供必有求的 對了 類似那樣東西 即是把東西放進去 男人是要 即是 我要很努力 把東西放進去 剛才 他給一些 他給一些 所以男人是會 他會把東西放進去 沒有女人 是否真的做不到那樣東西 你兩個男人做 幫我看看 不是 現在試管都可以 你兩個男人生不到兒子 做到那樣東西 但是生不到兒子 所以他的比喻 就是把整個 procedure 比喻為一件機器 即是一個男人 好像一個機器 他進去 投入和輸出 投入之後 這個女人 輸出了一些東西出來 那些東西好像屬於自己 應該調轉 男人輸出一些東西 你覺得男人 其實是比喻了 整個過程 比喻了你做一個什麼過程 我提示 剛才你走公司走進來的時候 我知道 像豬肉機一樣 你在公司看見豬肉機嗎 所以免治牛肉的牛肉 不是屬於一部機器 是屬於買牛肉的人 就是買牛肉的那個人 是 你沒有那些 我不會回答你 你在公司沒有 你沒有那些 你不能夠做到這些東西 我提示一下 他的比喻是 這間公司裡面 你剛才看到的 你剛才看到的 你剛才剛才我們公司走進來 一走進大門口 這是一個tour 這是一個tour來的 看到一棟大門 打開 右邊有一間超級市場 左邊有一間汽水機 再向前走 然後你會看到有微波爐 我知道 我知道 汽水機 為甚麼 因為我入了五元 汽水機是給我的 不是給汽水機的 就是啦 幾能性 我看到斯洛兵那些 不知道為甚麼 搞出來很多泡 我不是入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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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八達通的 你又對 你現在是八達通的 可能這個人很無聊 但現在真的是這樣 而且其實他最開心的是 很多人會打上去 分享他們自己的一些笑話 一些IQ題 所以其實我是很喜歡這個節目 我們真的衷心去喜歡 你們兩個有沒有特別喜歡的電台節目 有 潘兆聰 叫甚麼名字 呼兆聰 呃 之前說的 2002 我聽了很多年 一兩年 你現在知道這次 你現在知道這個台 叫甚麼名字 恐怖熱線 奧 存一個字 恐怖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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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四點恐怖熱線 那個不是這台 是 新城 都要接手 我幫你繞 不是幫你繞 但是真家事 都是真家事 就一開始恐怖熱線 其實Admon也有組過 對,但是現在就是魯芙拉,現在應該是魯芙拉,就是新城了,還是新城的 但是現在你站的地方就是Edmond Poon,所以是恐怖在線的抓別人,其實是這個台的台主來的 所以這個鞋子不用那麼拆,我們不會幫你告訴他,OK 現在是在笑,現在是在笑,不是,你說聽過嘛,那又聽過 對,自然鬥不了,那他是什麼?好的Segment,你記得嗎? 我回答你了,恐怖多一點,恐懶恐怖多一點 她說得很恐怖 你們怕不怕這些東西嗎? 怕,非常之怕 怕什麼?當然不怕,怕會不會上來 美美你呢?你自己有沒有什麼? 什麼時候變成叫妹妹? 容易記的嘛 你可以叫我做妹妹,我剛才有解釋 他剛才有說的喔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對不起 所以我現在已經忘記了 有什麼電台節目,你自己有聽過嗎? 有聽過 可能是你會有些感覺,起碼會追,或者說那個我有聽過 雖然不要說很多 其實我很喜歡聽以前的電台節目做廣播劇 反而是廣播劇 他那叫二十六夜,很厲害的 知不知道你講什麼? 我沒有關係的 知不知道你講什麼? 色情 那個劇不是我的,只是性演的 其實廣播劇對我來說 其實我從小時候開始已經浸九零三的血 就是浸萬世巨星,即I Love You Boys的血 我是聽他們那些九零三劇場聽到很瘋 那些九零三劇場大連的子民那些,笑得真是混蛋 然後最厲害的 其實I Love You Boys當然是一個很厲害的去寫劇 他一寫就半個小時的劇 就是每個星期有一天 然後另一個我非常欣賞的 叫做伊記,伊維特 他在他以前的音樂節目現在沒有了 叫做伊維特裡面 他也是每個星期有一個非常厲害的暗黑劇場 他專門是殺人、死人、滑眼等等 他專門是做噁心的 他那個廣播劇 我也是非常之喜歡聽他的廣播劇 還要寫得很好 聽這些東西說出來好像沒有 就是你要Picture那個想、幻想、整個 那他的形容得真的很好 沒有理會你這麼吸引 有時候沒有畫面是可能更好一點的 就是現在大家試一下 現在勾行你關了畫面 好了,Mai Mai 你們兩個各自說一句話 你們說一句最Sexy 最性感 或者說出來是你覺得最有Feel的 好,Mai Mai先 她說的 這個不是Mai Mai來的 大家猜 但是以下這個就是 優美美 Mai Mai 我叫Chevy 英文名字 多得子教 OK 沒有畫面看的 現在只是聽 OK 好了 到嗎 是啊 嗨,你們好 我是Venya 想看我 還是想知道我三位數字呢 你說要Sexy 玩到這樣 那我會馬上 Sexy Sexy 我馬上已經聯想到 你拍照了 那些是不同的 我想起那些熱線 我都想起 其實我剛才還沒開麥克風之前 我在外面不斷拍她的雙腳 我覺得我自己有些變態 救命啊 這件事 我應該比星期五女做 這件事 你寫那個不隔壁 好像開心一點 這件事更好 好了 這兩位四號佳麗和五號佳麗 大家又見完了 大家又看完了 OK 大家又喜歡哪一個更多 你又希望 我們下一集請的嘉賓 你請哪一個上來會開心一點 那這些就自己決定 我們大家一起打電話上來 打完的嗎 好嗎 完不完 那不是 你喜歡吧 我怕你後面還有很多 我不知道還有幾個 其實嘉倫還有幾個 還有三個人 還有三個人 那可以玩久一點 你不用這麼快就走 你有沒有第二個遊戲 問一下狗爺他得美 還有一些很爆的遊戲 師傅你還有沒有預備其他遊戲 我又有 不過他是不是走啊 他又不是走 不是啊 玩一個吧 玩一個吧 好啊 玩一個吧 其中一個也是 心美他們創出來的 我可能不記得創 其實很多人都想過 但是他將這件事歸納再玩 我們之前也有玩過 我們都是抄勾心美而已 我講得明白 我們真的是抄勾他的 是什麼呢 那個segment就叫做 然後呢 糟了 忘了 什麼話 什麼話呢 十字話 不是十字話 先聽聽那個jingle 我不是很記得的 從前 在一個井底 住了一隻井底蛙大王 呱呱… 我整天看著這麼小的天空 呱呱… 究竟世界有多大呢 有三隻小青蛙 就請應代井底蛙大王看世界 呱呱… 交給我們吧 我們幫你看看這個世界 呱呱… 讓人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樣的 呱呱… 一定不會偷懶 但是… 一出了井 他們當然是掛著玩 有一隻偷懶的井底蛙 是沒有去看世界作故事的 呱呱… 我一定要找他出來 這一隻… 吹牛井底蛙 沒錯 這個節目 我終於記得它叫什麼名字 因為通常節目 最後都會說一下它的名字 是很重要的 這個節目很重要的 就是叫… 吹牛井底蛙 很誇張的 還有一些教育體系統的 那是什麼呢 就是說那些… 就是那三件事出來 有一件是… 兩件是真的 一件是假的 是… 那大家就要憑下大家的智慧 去猜一下 究竟哪一件是真的 哪一件是假的 好… OK… 當然上有三件事了 首先第一件 發生在瑞典 是… 瑞典這期有一件厲害的 是… 怎樣厲害的呢 是… 話說大家都知道 貓捉老鼠是天驚第二 是… 但是呢 今期就厲害了 有一隻貓 看到一隻老鼠 牠嚇 牠不能敢捉牠 是… 為什麼呢 因為話說… 為什麼是真的 因為貓就是怕老鼠 因為話說在瑞典首都 斯德哥爾摩的一個家裡 在廚房裡發現了一隻巨型的老鼠 連頭帶尾長達多少呢 一米 一米有多長呢 半洞門 即是半洞門那麼長 那頭嗎 頭去尾 即是整個身上 就是半洞門那麼長 成為當地的疑惑 很多人都說 那些貓最近很怕進廚房 就是因為全部的貓都撞見過這隻老鼠 是… 最終要用一個很大型的老鼠器 去夾死牠 是… 有專家相信 巨型的老鼠… 就是一個貨櫃了 是咬斷了水泥和木頭之後 從通風口裡進去廚房 是… 其中一個家庭成員 還要為這隻老鼠改名 改了名字 叫普京 還有希望有關當局 將牠收回了一個標本 是 好了這件事你覺得神不神奇 即是你覺得會否見到這件事 這件事一定是真的 老鼠用大字很正常 為什麼 拿來做標本更正常 你們有沒有養動物 很大隻 一米 我沒見過 更加要收歸做標本 你們有沒有養寵物 沒有 沒有 但我也見過很大隻老鼠 經常貓那麼大隻 真的 我一直以為是貓 你說貓不捉老鼠 我都覺得很正常 現在貓很懶 不知道在美國還是英國 第一貓 因為太懶了 被人扁了 牠不是做第一貓 因為牠不捉老鼠 第二單 就是什麼呢 發生在荷蘭的一個動物園裡面 其實是一個工作人員 他叫Mario 那個 就是頂點蘑菇那些 真的Mario 他現在已經54歲 末期癌症 他臨死前 最大的心願 就是跟牠照顧的動物 去道別 那是什麼動物呢 就是一隻老虎 牠很希望跟這隻老虎 道別 因為照顧太久了 牠在那裡做了一大半生 都是為了這隻老虎 真的 然後 這隻老虎 認出了Mario 是 真的在牠旁邊 在牠臉上 舔了一下 真的舔了一下 是 但牠是有濕吻的感覺 是 可能是一條舔舔舔之後 再舔一口 是 但牠沒有張牙無爪的感覺 是 未至於是識念 是 所有人都覺得這件事 他覺得很感動 我知道了 是 我以我爺爺之名起誓 怎麼樣呢 爺爺 這件狠狠 很難讀 說髒話都說過 狠肯定 狠肯定 對嗎 狠肯定 很自願康正 狠肯定是假的 你先聽著 因為我知道的真相 這個救護車許願基金會 專門幫人完成他的遺願 大家都知道Mario身體狀況不好 然後給了道別的問他 很多人都很感動 所以他們就覺得 這是一個奇蹟來的 這件事 好 暫時兩單 你們覺得哪一單是真 哪一單是假 你們倆有沒有 有點頭緒呢 你來回答我 第二單是假的 為什麼呢 第二單是假的 因為她說是 嘩 大波的女人 都是很異信男人 所以真的不要開玩笑 可能在旁邊常常放電 在旁邊 我也覺得是 對不起 我不能電你 我有家室在外面 我很難搞 我也有爸爸媽媽 你不要電我 我有家室在外面 他一直看著這邊 我爸爸媽媽和妹妹 不要電我 靠爺不要這個網 跟你說 她聽到有第二單是真實的 所以這個是假的 聽完第三單再決定哪一單是真哪一單 然後當然是假的 日本最近有一個很厲害的調查 他們就發現了 究竟日本的女生 是喜歡理科生還是文科生 真的 因為日本人真的會做 很難無理的事 話說這個調查是一本雜誌做出來的 結果就是說 第五位 最受女生歡迎的學校是什麼 是法學系 即是法律系 發科 未至於 第四位是什麼 文學類 文學類 可能是沙士比亞 那些什麼什麼 睡著那些 向村西樹 向村樹 那些 第三位 體育類 這個很典型 即是女生都喜歡肌肉型 即是Sunny Boy 這個很正常 不用自已 第二位 雙學類 即是經濟 那些東西 不是雙學類 即是那些商務 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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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位 經濟系 經濟系 第二跟第一 你差不多 差一點 有一點 都是差一點 好啦 究竟你覺得 你不用裝了 我三份都有稿 我不知道算了什麼 所以三份也是有一個基礎 三份都是有一點點的 有一點點的假的 但是究竟 哪一個 是有假的成分 哪兩個 是真的全部都是真的 現在就要交給你們兩個去決定 OK 給我一個偵探音樂 OK 好 等下你兩次分析一下 你們兩個現在怎麼決定 有一單 有一單 有一單是甚麼可以 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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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相信 為什麼你相信這個呢 因為我真的見到很大隻老鼠 你有沒有見到一米這麼大隻 沒有一米 但是也很長 我不知道一米多少 其實 但是因時微博 經常都會有一些照片 譬如貓 整座山那麼大隻 對 我覺得這些很重要 因為兔子好像很大隻 所以重點是 有兔子不出奇 有一米長的老鼠 是不出奇的 老鼠不出奇的 但是貓是不是真的會怕 一米的老鼠 當然會怕 Dason 平時那些貓都不理老鼠 還要這麼大隻 可能他都不知道那隻是老鼠 所以這單是真的 美味呢 美味覺得呢 你選一單是假的 所以你選哪一單是假的 第一單你覺得老鼠是真的 OK 第二單你覺得是真還是假的 現在有多少單 有三單 第二單是老虎 第二單是老虎 那單你覺得是真還是假的 大波真是異信男人 我安地生啊 我沒想騙他啊 你不會騙我啊 我沒想騙他啊 大波真是異信男人 不要騙我啊 那第三單你覺得是真的 第三單是 第三單是調查 第三單是調查 那個日本的經濟學 那是第一位 我覺得是因為經濟金融那些 人們會覺得是賺到錢的行業 所以那些女生就會喜歡 男生做那些 但可能日本妹妹 未必是這麼想的 是 是啊 他第一位可能是AV男優 是 但是你沒有這個行業 AV男優是一個行業 是啊 有人猜第一單是假的 有第二單 有人說今天是新的 我告訴你 三單都是近期新的 但我有改過東西 所以你不知道 你上網都找不到 OK 好了 接著你覺得哪一單是假的 我覺得反而是日本那單是假的 日本那單是假的 對 那你覺得 為什麼你第三單是假的 為什麼你第三單 經濟學的人 你不覺得 kids 通常都是這樣子 不知道 但我覺得日本那種未必是那個方法 我選Daila 你會選哪一種呢 總之有上進心的就OK的了 我都不敢說 女人都是負錢 如果她是巴士司機 公司安排你搶每天五班 不行 我要搶十班 我要搶十班 技能迷迷 Carmen你猜哪一單 我知道了 因為我真的看了一單新聞 知道是改一些東西 即是你猜不到 我記得是真的 但Carmen是對的 第二單新聞是假的 我沒有男人 這麼快就同學中心 你給了一次機會我 因為現在看不到我的樣子 不知道我是誰 當然是劉鑑 劉鑑沒有騙過他 第二單說了一點 第二單問了一個 其實照顧了的不是老虎 而是一隻長頸龍 長頸龍可能是更感情的 所以就令到它可以有一個 其實有張相片 大家如果上網找到 有一張相片就是那個病人 已經是躺在床上 會動不動 然後那隻長頸龍是過了 你知道長頸龍的頸很長 你要寫一個人是烏到很低 那隻長頸龍就是烏 把頭放到很低 然後放到很低 然後放在他的臉上 就是我自己沒試過 笑什麼? 我的狗也很喜歡拿我的臉 動物是這樣的 不過如果獅子或老虎 我會害怕 我真的會害怕 我都會害怕 人家說大幫無路 原來不是的 他們真的有智慧 不要介意我這樣說話 因為我們很粗 不要這麼介意 最後再介紹一下自己 因為我們把他最後的一個全民投票 你們最後自己介紹的 四號的是 四號的是 四號的是美美 四號的是美美 真名來的 優美美 優美美是真名來的 優美美 我覺得她叫美美 因為她叫美美 優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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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美 五號的是 Vanya 徐子萱 好啦 那大家自己喜歡 最後送給大家的 是這個MV 之前呢 有人說想起一起身 想看一看女士的身材 你們自己問我 女士願不願意 OK 你可不可以起身 讓你們看一看 好啦 那你可以起身 擦一擦你的本錢 OK 嘩 嘩 夠了 看夠了 去歌 去歌 你不要走近這邊 你的眼光 總偷偷對我展望 沒有一個不讓我感覺到 給投靠 當我回 完 卻沒有找的答案 讓我怎麼能夠打開女心房 公車上話都在個街上 也有點裝潢 來幾顆吧 幾管眼光 神像的了 隔他像肩膀 互放棄誰在白的霜 盡頭一轉 回到一看 回不原裝 Oh baby girl 你到底是怎麼搞 我會是誰看我拍話 真的不是那麼好 當你跟我聊 但是你不要逃 難道理你才跟我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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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面的時候 聽你站好 跟我微笑一個 就讓你拍光吧 掌握一次 What's up 沒什麼大不了 聽你說的秘密 可以太不知道 Right 你的眼光 你的眼光 從偷偷對我展望 沒有一刻不讓我 跟街道給挑看 當我回 問 說沒有假的答案 讓我怎麼能夠 打開女心房 網路上的郊遊群一看 真的好緊張 黎明留言 一句話題 讓人抓狂 五點半 你怎麼知道 我在吃棒棒糖 好像GPS 一半無處可放 啊 啊 啊 我贏 我贏 每一เช 我贏